好 干嘛的 证件 证件 没证件不能进 没证件不能进 走走走走 怎么还没抄完 走了走了 我才抄几分钟了 这都一个钟头了 巡管的马上就到了 快走 快 快 快 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快 快走吧 被巡管的发现 我就丢发王了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天津超书有什么用 这抄来抄去 不还是个卖干货的吗 又生不了关也发不了财的 这你就不懂了 书中自有黄金吧 走了 看看 站住你呢 你个小偷 我不是偷 大前天 你在这儿偷了一个皮夹子 还把里面的证件给撕了 昨天 你在这儿偷了一件皮套 害我们班长回家都被骂了 还有上个礼拜 我们班同学的钱 是不是全被你爬走的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偷 你站住 我今天在这儿 就是为了等你 那你等错了 我都说了我不是偷 你干什么 你把东西留 我可能搞错了 我要真是偷 你绝对没有这么客气 对不起 字写挺好看的 你对经济感兴趣啊 想赚钱不行吗 等等 就算了你是来学习的 你那些功课 在哪儿抄的呀 不关你的事 非本项人员 不得随便进出图书馆 你怎么进去的 我是 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去告你的 但我有一个条件 来 你怎么进去 这儿房间真好啊 那我先走了 等等 经济学 不只是赚钱而已 如果你真的想学习的话 你可以去阶梯教室 听陆采夫教授的课 不需要 你也可以拿去看看 我又不需要 我可不是白给你的 你得帮我写作业 写作业 两道大词 每题两百字 你为什么自己不写 我另有安排 明天下午五点钟 学校门口 教程和作业 一并还给我 你叫什么 我好写作业本上 例子 照用你的例 应资的资 姐姐 您 您怎么来了 我去学校接 этой 七号没练琴 想必要 你又说跑到这儿来看电影了 什么都瞒不关键的 走了 妈妈买的 爸爸先吃 我听妈妈说 这次当心读咒 保险得特别棒 这你又没有看到有出差 都是爸爸不好 这些年啊 为了银行的工作 经常出差 错过了也很多事情 要是爸爸觉得 心里真是过于不惧 别再说了 爸 好好看电影 你们看我 好笑死我 谢谢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小兔崽子给我看清楚 楚记干货店 姓楚不姓程 知道吗知道 楚 楚记 你就给我做主 说得好啊 楚记干货店 楚记干 楚老板 楚老板 还记得我吗 记得 记得 对不起啊 钱 什么时候还 您才款一下我今天 我一定还 可是我现在手头没钱 不是 君子动口不就少 住手 住手 二大块是吧 我有的 拿出来 用 用 就 救 救 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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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块 给你清爽啊 我进二百 我还二百 咱们俩清了啊 俩清了 俩清了 吴老板 高利贷 利呢 臭老板 您正面 高抬贵手 我这一共没借几天 我 我二百块还给你 谢谢 谢谢 给我打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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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哥 臭小子 救救我呀 这要我来还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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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 除了把队未闻 他的债 就是我的债 十借两百 利息十分 十天未还 利息二百 还得起吗 还不起 还不起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呀 但是我可以借 但是您得给我两个时辰 什么 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快去快回 朱老板 你得答应我 从此以后再也不堵马了 行行行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 好 你等我回来 你等我回来 一志哥你没事吧 咱们别多关心事了 一志哥 我姐给了我一个金鸟坠 我现在回去给你们拿 我存了五块钱 我也去拿 我只是存着三块 我也去拿 你们听着 你们是横竖 测不出两百块的 所以你们不用管 你们觉得 在这儿等我 一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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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一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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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吗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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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老板至今仍被扣留倒下 急需两百元救命钱 既然是为了借钱而来 那为什么站在应考的队伍 因为钱庄借款无需押品 唯独需要对人的信任 而我与贵庄从物业务往来 更与许长会素不相识 所以斗胆应考学徒之名 已取得您的信任 希望您能帮我 户上的钱庄不下一百 为什么单选本号呢 户上的钱庄虽然成百 但是唯独龙银钱庄 名声在外 而且常年屹立不倒 近些年来更显进取之势 就连学徒也有不菲的功效 而靖安分号 则是龙银钱庄之中规模最大的 许长会 您管理有方 想必是耳目通达之人 希望能给我一丝的机会 以你目前的境况 二百元可不是个小数 很遗憾 下一位 掌柜 既然您刚才说 我适合做学徒 那请把我留在龙银钱庄做学徒 我每月的工钱 扣除一半一座偿款 终有清还之日 本号学徒薪水是二十元一运 扣除一半是十元 也就是说最少两年你才能还清 两年就两年 那也得让我留你两年才行啊 你也知道 本号的要求不低 开除的学徒可不在少数 可是 总有不被开除的学徒 若中途能当上协理 半年即可还清 好大的口气啊 这样吧 假如 你中途被辞退 那么魏长青的欠款 也按日息时分来结算 如何 结束 你招满学徒五名 今日应考结束 你答应了 是咯 你去大师 我 然后 我 不要 嫌 我 你 我 一举哥 龙鹰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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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有点本事 算命大 这给我让开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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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散了散了 为了我怎么做生意啊 散了散了散了 这说你们呢 散散散散 李师哥 李师哥 朋友啊 不要聊聊 李师哥 怎么样 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事情我已经解决了 我们快回去休息吧 好 那就好了 那你记得按时事要 去吧 小陈啊 谢谢啊 今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您把我肯定不读了 没有今后 明天休息我就不在了 那程一支 你吃把硬了是不是 走 你去去去去哪啊你 我要去龙鹰钱庄当学徒 龙鹰钱庄啊 又瞧把你出息的 还当学徒 得了吧你 你以为我想去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因为这两百块钱 就把自己卖了 他当时我就不该收留你 眼不见没见 走走走走走 越远越好 来 小伙计 小伙计还认识我吗 先生 何堂 您怎么了 不必帮我保障 我有重心 这 放心吧 无毒无害 只是千万不能打开 你帮我保障 那段时间 正是下手闹着来去 拜托了 先生可是 可是明天的 小伙计 我想了 您真的不能走 您走了谁养活啊 您这一走 我就完蛋了 小伙计 小伙计我求您了 朱老板 您保重吧 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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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心 尽能分享 芳酷 起码 十茶药 走吧 智语哥 你记得 合来看anned 对呀 对呀 不要不要不要 我知道 我们在的时候 你们所别欺负小林郎 林郎姐不欺负我们就好了 可以 照顾好自己 把我回来看见 好 我走了 走了 陈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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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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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小姐 快上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办 唐货金 唐货金 货金 你再叫一遍 我是静安分号唐糖的店员 你们这几个学徒啊 以后都有我带 都得管我叫大哥 是 管我叫大哥 你 出来 什么名字 庞丰 都叫我脸瓜子 我别人带着去 快 本庄本号有归 学徒一律不得过手前淫 如有接触 无论故意无意 一律辞退 没收工心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啊 现在把卫生都给打扫了 是 桌一摆设擦干净 窗户地面不落盔 热水无力不能凉 茶杯茶缸 全都洗 掌柜的交代 本分号 必须一尘不染 一笔帮保存 钱房不能打开 一笔帮保存一段时间 最是下手怒不来去 大哥 你是千二百高利贷那个吧 是 大哥 什么名字 程一震 你智 还不跟老子干活去 是 大哥 小心老子开除你 拿走 下一个 大哥 拿过来 拿过来 这好东西藏得挺深哪 拿走 那是谁的 还不够拿过来 程一震了 人呢 刚说出去一趟 给老子拿上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挺有分量啊 不老子 谁说不能动呢 晦气 潘大哥 我不是说你不晦气 我是说我不晦气 事不相瞒 我这一年过得苦不开眼 除了把继续亏工 还背上了高利财 就连来做学徒一半的功效 也要被扣除了 我请周一先生 给我补的一半 潘大哥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穷鬼 我被穷鬼缠身了 没办法 请周一先生够啊 做了把 穷鬼收束 就收这些了 不过没事 这黄统是辟邪的 只要他封得掩饰就没事 但是千万不能打开 谁打开 谁就穷鬼缠身 都不能给别人 不然自己也得造保一个 吓死我 疯着呢 还疯着呢 也没了 拿一点 潘大哥 什么媳妇玩意 还不跟我说好了 你要不看看 这穷鬼长啥样 大董大董 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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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吧 潘大哥 这穷鬼 看看长啥样 这儿 潘大哥 您的早饭吃饭团给您备好了 我特意跟店家说您的口味 这黑羊杀夹得多多的 您尝尝 算你乖巧啊 来 那我先去干活了 是吧 好 潘大哥 饼点了豆花 尝一尝 你还把想烫死我呀你 没 赶紧我出来了 我告诉你 以后再端这么烫的 都别烂了 但是 过来 潘大哥 是吧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是来当学徒的 不是来给你当奴隶的 你还知道你们来干什么了是吧 你成天这么失望我们 还什么都不教 再这样我们要找掌柜的 说理去了 我教不教你们 你们说了算 好 我告诉你 掌柜是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你们这些废物 大董大董 你骂谁听我 有话好 你骂谁废我 好 好 好 你打我是吧 来来来 打 你打死我 打呀 来 打 来 打 别打你啊你 你打着我去小钟坐 小钟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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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坐 小钟坐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连王子 学徒不能过手前淫 这块大洋 是从你身上做的 你给我老实点 你再不老实 等掌柜的过来 你告诉掌柜的 掌柜的 掌柜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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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来了 怎么回事啊乱七八糟的 赶紧打扫了 快快快 打扫了 我觉得这事还是得问问掌柜 对 谭大哥 什么事啊 掌柜 刚才谭大哥跟我们说啊 这市面上的洋梨行情波动 他说市面的淫源多 洋梨就高 市面的淫源少 洋梨就低 不是 陈医生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呀 谭大哥 您刚才明明是这么教我们的呀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这掌柜的 回家那儿都没这么说过 掌柜的 这真本事还得您教我们 这市面上的淫源多 洋梨就低 市面上的淫源少 洋梨才高 这样才对是不是 对 洋多离间 洋少离贵 掌柜 还有一个事需要请教你 刚才谭大哥跟我们说呀 这上海的桂园 比这北平的公伐营要贵 可是我一直记着 这北平的公伐营 比达营更贵才对呀 谭大哥还教我们 说这扬州的扬草平银 要比天津形化平银要便宜 可是我觉得 好像也不是这么个事 陈医生 我压根都没这么教过你 谭大哥 你说说 我们白天帮您打杂 晚上您才教我们这些 您说错了 我说您说得不对 您又骂我们 好不容易说了之后 您又说你没说过 您该不是故意的吧 是不是 是不是故意的 我 没这么 既然你觉得他讲得不对 那我就问问你 为什么你觉得 扬州的扬草平银 不比天津的形化平银便宜 回照尾 前天我听马协理说 这扬草平银一千两 即上海桂园一千零七十两 昨儿我听掌柜您 对账的时候报价 上海桂园一千两 即天津形化平银九百五十两 这样计算得出 扬草平银一千两 记得天津形化平银 一千零一十六两 自然要比天津的形化平银贵 掌柜您说 是不是 对了 从今天开始 扬医治整个正式电源 可以负责一些 达克咨询业务 另外你们四个学徒 特别发贷 谢谢掌柜 谢谢掌柜 对了 刚才他说的他说我教的呢 谭大哥 你说你这豆花撒一地 你也不收拾 没关系 屁股我帮你擦 赶紧给谭大哥擦屁股 收拾凯克 行 你们几个啊 程志 你不等他 等我当场跑会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对了 唉 大哥 吃我的吃我的吃我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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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够了够够了 够了够了 我说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赶紧坐坐坐 不行 我跟那姓坛的不一样 你们不用教我打嘿 蠢的哥 姓坛那都是逼我们哪 对 我们教你 那都是自愿的 我打起掌尼里配护你 不如我说 你可真行 你刚跟掌柜那样 你不怕他开除你啊 你不怕你身上 那债边上高一大碗 对啊 刚才我们都不敢打穿街啊 是呀 事儿都不敢你反着 我能不怕吗 我就是因为怕 我才要博一把 你们说说 如果我一直当这学徒 不得变那姓坛的欺负色 我只有博这一把 跟他平起平坐 当上店员 他才动不得我 但是不得不说 许许 是吧 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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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许许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想跟我一样 我教你们的东西 你们就都得吸住了 各界的因缘因应 成色不同 贫乏也不一 你们还得记住 他和上海归员之间的比价 你总说这上海归员 这上海归员到底什么东西啊 虚影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 这上海归员它是一种虚影 看不见摸不着的 说白了 这就跟那个买布的尺寸 还有计时用的分表一样 这虚影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 除了上海的归员之外呢 还有汉头的杨历 和千金的形化 那都是虚影 你们除了得记住 实影与虚影之间的比价 还得记住 虚影与虚影之间的比价 还有实影与实影之间的比价 这也太多了呀 这也太多了 脑子不好 没事 慢慢来嘛 大家先吃吧 大哥 从今儿起啊 你睡下铺 我睡上铺 以后我得跟着你了 我看一会儿 那姓唐那不是什么好活 咱上次那么对她 等她当了跑街的 肯定饶不了她 我跟她指不定 谁先称跑街的 你知道许展柜为什么要求分抗 每天一尘不染吗 看着干净舒服呗 你没发现她每天下午都吃药吗 平时说话中气挺俗 看不出毛病 可是一到阳沉的地方就咳嗽 我怀疑她有哮喘 别了压过不着 现在她的眼里没机会 一年半个电源 白干了 久了 章柜 茶 您已经不是谀途了 怎么还做杂役呢 我就是谐不住 来 掌柜 我看您的药快吃完了 要不然我去帮您买些 这药不好买 那您更得打发我去吧 我的时间不值钱 行 那你就先买个半瓶 好嘞 掌柜呢 他老爷来了 好 掌柜 掌柜 这就是大老爷啊 这就是大老爷啊 还挺大老爷 竟敢应认大老爷 你们几个没眼力的 知道大老爷什么来历吗 当年单挑公债八大全客 龙龙前庄啊 一夜报复 就连夫人 乃是山西军阀 廖司令的千金哪 就这么说吧 这顾上叫一声黄老板 大老爷不应 他没人敢应 而程医之啊 这些你都了解了吗 我 我不知道 你干什么去程医之 程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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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插队啊 程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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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号的店员 来给我们 徐掌柜买孝传药 买药 没看见 这都是买药的 先来 先来 大舞台的包厢炮 你知道吗 钱老板果然大漂亮 是这样 我们徐掌柜每次 找您买孝传药 只能买半点 这一片一天 不到一个月就吃了 你看看这次 能不能给我们 买过点 成了 那关键是 看你有没有那本事 弄到包厢炮 好 喂 平老板 你看这包厢票在我身上 这药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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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两种药 那这票 喂 下个月马林良马老板唱 借东风 你有幸远吗 这包厢票 你也能搞来 搞来是能搞的 这有点可惜啊 我们这戏票 只给农英钱商 金安分号的关系户 不得展出 您不是关系户 小伙子 小伙子 我问一下 你说 怎么这 才能成为你们的关系户啊 多谢钱了吧 您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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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慢走啊 没有呀 iré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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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上好 早啊 早啊 查理先生 早啊 早上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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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假秘书让我来拿金笔 价格我跟假秘书谈好了 你看这没问题的话 把钱给我就行 这不是德国的 这是法国的 你管它是哪国的呢 是金的就行了 笔尖十四K 一K都不少 我查理是不会卖假货的 这支笔确实是真货 但它是偷来的 我不能要 你这个小姑娘 卖乡 很蛮好的 怎么讲话这么难听的 法国贵族通常喜欢 在自己的金笔上面 刻上他们家族的姓氏 刚刚这支笔上就刻了 笔尖上刻着马绕 马绕家族刚在上海 法族界当选了宫董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出卖 更不可能典当自己 这么贵重的东西 所以这支笔 一定是梁尚君子偷来的 你在林公公是做什么工作的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过得开心吗 这跟你都没有关系 想要交易 就请准备干净的货品 我看你呢 穿着粗布衣裳 想必在林公公是做下人的吧 林家的下人 一个月最多十五块 才赚这么点钱 人当然也不会开心咯 但是你也没别的办法 因为你要养活你自己和你娘 就只好硬着头皮坐下去了 大银行家吴之福 如果泉下有之看到自己的女儿 落到如此天地 也不知作何感想啊 玉兹小姐 就在刚才说吴总经理 从福灵大厦天台坠楼 当场身亡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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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兔从吴总经理身上 发现了一份遗事 上面写着 以字才了断 赵叔叔 不可能 我父亲的遗体在哪里 我和我妈必须亲眼见到 李子小姐 吴总经理他涉案了 遗体已被他们封存 任何人不得接触查看 妈 妈 他在这儿就倒了 谁不倒了 你放开 公共租借巡捕房搜查令 吴之福任职 户储银行总经理期间 有贪污受贿之重大嫌疑 现搜查预所 本地址内一切误件不可申议 要是 他在这儿呢 文职 许多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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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百世通 你不会想靠洗衣服 给你爸爸报仇吧 吴立子小姐 听我一句 如果你真的想复仇的话 不入这地下世界 是不行的 给你时间想 如果想通了 随时来找我 你到底什么意思 再见 老贵 您的药都买来了 这药很紧俏的 你居然一次能拿下两瓶 你怎么办到的 其实 我是说动了药店的前老板 存入我号二七宝银一百两 他承诺本月内存买一千两 赵魁 我知道我区区一个店员 不能过账跑街 也不能碰钱 可是思前想后只有这样 才能替您买药方便些 所以也是冒险余剧 居然还敢余剧 你就不怕我开除你啊 为了您的身体 我甘愿 这样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破格升为跑街 过账归原 就按每两抽水一粒 多劳多得 怎么样 多谢掌柜台 忘记领点 多为本号卖力 好嘞 对了 掌柜 我能不能在你找一个帮手 你想找谁 领瓜子 行 去吧 是 是 领瓜子 你俩去哪儿 跑街 浩杰 没有必要对区区一个店 与人不做母镜 走 掌柜 赵大福说他不去新市医行了 才把储蓄放咱们这儿 而且续存两年 这是存单 您看看 有点儿本事啊 有点儿本事啊 您过去了 关锡里在吗 关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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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孙老板 赶紧的 帮我把这里面全对了 孙老板 你这又是要往哪儿赌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不管往哪儿赌 必须得发财 这个算命的跟我打包票了 输我这个手细啊 一绝 百年以遇 你别愣着了 赶紧帮我对了 你别激动 这样 老规矩 给你兑五十两 什么五十两啊 全对了 全对了 你知道吗 一寸光阴 一寸金 你知道吗 今天我发财队全看今天了 这么晚 这样 你先坐 你别着急 我跟掌柜的商量一下 行行行 我去一座来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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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去 拿去 好 好 好 不着急 一万多两全都我对了 好了 好了 好好好 关锡里 掌柜的 这孙大虎现在死活 要把出去全对了 一睹了之 陈陈 你怎么跑得进 万谢礼 这个孙大虎可一直都是 敬得您的手啊 孙大虎的存单过万两 我这种级别的可够不上了 如果我像您一样 是个协理的话 只要我有这个权利 我一定能把孙大虎搬夺 行 这样了 你要是把那个孙大虎的事搬夺了 我就让你当协理 好吧 是 搬不脱就滚蛋 对了 常规 我可能需要您再借我一百亿元 帮他借赌 好 在下程一致 我来接受您的业务 来 孙大虎 您的储蓄呢 徐掌柜已经让其他的封号送谢您来了 好好好 那您稍安勿早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那 那 还要等多久 等一个时辰 还要一个时辰啊 孙大虎 如果您要是着急的话 不如 不如听听我的办法 你 你有什么办法 我这有一百亿元 您先用着 你个跑街的 没有一百亿元 我瞒您说 这一百亿元也是我往钱庄借的 这会儿给您先用着 一个时辰之内 如果您要是赌赢了 这一百亿元送给您 若是一个时辰内 您输了 则您的储蓄分文不对 还要另还我一百亿元 孙大虎 您觉得如何 好 左边 你这样啊 这 掌柜 这 这 这 对了 你去买只老母鸡 和这些中药一块炖了 肯定这是补补气血 好 掌柜 劳您费心了 你快赶紧救我 是谁这么大胆子 把你打成这样 这不等于打我们龙鹰的脸面吗 快 掌柜 您息怒 人家不是冲着龙鹰请你们来的 而且人家都把我放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你这口径倒是和孙大虎一致 问他他也是什么都不说 那孙大虎还好吧 他好着呢 胳膊是胳膊 腿是腿 那他存单呢 存单他倒是纷纷没动 而且一个劲夸你仗义 说是以后啊 他的存单全都由你经手 这是 他让我给你的一百块钱银票 不是输给你的 空手套白狼 你就那么笃定你能帮他戒毒 掌柜 其实但凡赌徒 不管是赌马还是赌牌 不输到金光都是不会把守的 得让他知道赌博的真相 才能见过 干什么 您请 掌柜 程一智 将龙鹰贤装偿款百元者 我望掌柜查验 先坐下 坐下 坐下 这样啊 到现在为止 你的欠款只剩下五十元了 对 掌柜 我也想去跑街 只是最近这个商 跑业务实在是有点困难 你就好好歇着 鞋礼的位置给你留着呢 这能这么办 好好干 当了鞋礼以后 手头都更宽裕了 离环境浅宽也就不远了 多谢掌柜 你好好休息 掌柜 您慢走啊 好 先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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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程一智 是新任的协理 往后请各位多多指教 谁协理 来来来来 这边坐 这是你的办公桌 陈协理 请坐 陈协理 你这跑街鞋子 还没走乱一双 就当上协理了 我们也准备不及呀 所以就临时找了些桌仪 还请陈协理 将就将就 王协理 您真是客气了 这桌椅大小有高低之分 可是做人做协理 无大小高低之分 思缘差异 和许长卫都商量了 你年纪轻 经验少 而且请问特殊 考虑到 你还欠我好五十大业 这放款的事 你就不便做了 但收款的事 你还是可以负责的 啊 你去哪儿 去前面的那个烧夜摊 那早就挂了 你去哪儿 那我回家吧 我们怎么走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吃吗 是妈妈跟着人家学做的 那这个字条也是妈妈写的吗 令堂身体有样 望你多加照顾 这 不是 这 这个是哪儿来的呀 就压在那下面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晓得了 是 是那个钱庄跑街的小伙子又来了 他又来了 嗯 您 您还放他进来 可是人家小伙子挺好的呀 对了 他还给我送了两瓶药来 在这儿 呢 你看 妈 您又心脚痛了 对不起 我刚刚还对您大事 您现在还痛吗 是 二日子得吃药好多了 妈 您这 您跟他说的不愿意跟我说 没有啦 那天他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我这不舒服 他到底来几次了 两次啊 他说心通明特别不好买 准备过两天 再给我们买几天过来 还来 他说他月底来了 也好 我得瞧瞧 他到底是何方神授 你 咱们 恭喜大爷 各位请坐 无需多礼 黄某只是路过 你们照常 本月静安分号 有出有入 当然了 要是讲盈余的话 这首先还是得表扬一下万协理 万协理吃进二四公债四万八千两 按照今日实价结算 本号最少盈利八千两 但是 你的工作也有欠托之处 那诚意志 是本号新进协理 年纪轻 经验少 我特意把它交代给你 让你多帮衬它 可是你怎么帮的 林府米庄 精英不善 倒闭在即 可是承协理依然向他放款四千两 你为什么没及时制止啊 掌柜 掌柜恕罪 月初我已告诫陈协理 此笔放款需谨慎 他当时点头称势啊 我以为他放在心上了 我诚意志 何时何地 于何种目的 又是什么原因 给这林府米庄放过款啊 承协理 你什么态度 你还不知悔改吗 掌柜的 是我管教不善 陈协理 你自己放的款 难道还要支付我们吗 六号 你说米庄要增进新品 放款两千两 十八号 你又说米庄要扩张店面 又放款两千两 陈协理 你闭着眼睛放出去的钱 难道指望着闭着眼睛收回来吗 陈协理 你把你手中的账户难过 给我看 我看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 账户 从我我家 万协理 你管束手下不利 有过 当然了 投资供债有供 供过相抵 算不处罚 陈协志 你对资本 缺乏认识 没有敬畏之心 已经不适合再做协理 而且那四千两的亏空一件 无法挽回 开除处理 你 掌柜 这容得到你说话吗 大老爷 您 意下如何 辞退协理 是你掌柜的权利 无需因我在场 而过问我的意见 什么事 罗队了 陈协志 周末之前 到账房 把你剩下的薪水结了 何须等到周末 我现在就走 完了 来了 林老板 好久不见了 谭店员 今儿这么早你 我静安分号不找你 你就装聋作哑是吗 欠我们那一千两银子 给我交出来 立刻 马上 能不能再容我点时间 我不容 交不出来师哥 我看你也不像交出来的样子 给我上 走 不是 不是 大哥 不是 你们这是 谭天远 谭天远 我们开 别丢着 你们这是干吗呀 这儿门找到了 不是 谭天远 这可是我的账本 你拿他们做啥呀 找的就是他 快带走 那边 谭天远 你太过分了你 你打我 这个 打我 抢账本 关我账本 你关我账本 走开 打开 接住 账本 这儿拿过手 还给我们 快追 还给我们账本 账本 追 关我账本 别跑 小英志 不能败 你 林先生 别跑 万协莲 林府米装的账簿 给您拿来了 怎么回事 脸没挡了 整一只也跑回去了 可惜啊 他晚到了安骨 相产的账簿 还没想走 我看她太可怜了 我也没挡他 小海累去 他要抢这儿有什么用 当着愣得像傻子一样 还不是被徐掌柜糊住了 是啊 徐掌柜是真搞瘾 喂 罗云全庄静安封号谢理事 我跟你说 我真他妈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你说开除陈一智 连累我干什么呀 我不是他爹 你说 你说 我这跑去他当得好好的 凭什么叫我当店员啊 谁坐着空 二连万岁 不叫你叫谁呀 当初从一致被开除的时候 我知道了 你不是就急忙跟出去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俩呀 就像一阵难兄难弟 我去他个胡萝卜的难兄难弟 我那是讨账了 他那十块大洋都没还我 徐掌 你怎么会这样 这个人 我 我 我不想招惹 如果想认识的话 你只能自己去认识 我怎么认识啊 白面卫只有两处消遣案 一处是福香堂 风月场所你也进不去了 还有一处就是赌场 大西洋俱乐部 不过这个人呢 只玩收憨 别的把势一概不怕 而且他只 只做大恶赌注台 你只需要代购钱 坐下 跟他玩两把 一定能打上话的 那多少钱算够啊 怎么不得 八十 八百 八百 八百这么多 你又不着急了 我慢慢攒吧 我怎么不急啊 复仇不报 我也不能没 靠着 别人 老子 好 来 kwσ 老子 我想借钱 坐下说 姑娘 想借多少 八百 借期一个月 两个月 姑娘 是第一次吧 这么大的数额 可借不了两个月 最长能借多久 顶多十八天 利息多少 利息嘛 看姑娘长得这么好看 就免了吧 但是 如果到期还不了 你得赔上你自己 我知道了 你得赔上你 要你可别赔上去 我自己要带上去 你得赔上去 你得赔上去 我只能赔上去 你得赔上去 要来一包吗 点一只 还是 魏老板厉害 魏老板 你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这么笨呢 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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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讨厌闻皮肉烧焦的味道 我最讨厌闻皮肉烧焦的味道 可臭了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先改坐在这儿 换换手去 因为不明人事 恶意做空三年期 一 二 四公债 保守估计 折亏也在一万六千两 还请大老爷责罚 拜见魏老板 徐掌柜 换协力 您二位 别来无恙了 陈医治 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了 请你出去 黄老板 请准许我把话说完 出去 让他把话说完 是 黄老板 这次的公债大灾 除了表面上的龙荫钱庄亏损 恐怕这账面下面 是由徐掌柜跟万协力二人 私自挪用龙荫钱庄资本造成的新亏损 陈医治 如此指控若无证据便是诽谤 可知其后果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一周之前 我被这徐掌柜开除 理由是不听劝稿 私自向林府米庄放款四千两 而这四千两之中 含有大量的虚债 陈医治 你别正眼说瞎话 可惜了 你们二位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从林府米庄抢走的账簿吧 黄老板 那本账簿 就是我的证据 许掌柜 账簿在何处 回大老爷 因今日盘点供债 账簿有点混乱 所以 我怎么记得万协力 向来都是把新收来的商户账簿 放在 左边第一格的抽屉 不如由我拿来 给老板看一看 如何 大老爷 这林福的账簿和本号登记确实是有三千两的出入 但此事完全是他全权经办的 是他以林福的名义 向本号索要放款四千两 徐掌柜 您不愧是见过风浪的人 果然是对我倒打一耙 不如徐掌柜自己亲眼看看 这个账簿上林福米庄欠款几何 我来告诉你吧 这上面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 林福米庄借静安分号 正好四千两 不可能 我还没有 你还没什么 是不是他没来得及把这一千两改为四千两啊 不如我告诉你们俩吧 这只是一本假账 而这本假账让你们原形毕露 真账簿 还在林福米庄的老板手中 宁可亲自去查阅 只是 这林福米庄恐怕只是他们二人 用来消化假账的众多工具之一 我不知究竟还有多少商家 被他们二人拉来如此垫背 多行不义 自使其国 告辞 慢着 黄老板还有何吩咐 如暴风骤雨般 把此处打得一片狼藉 就这么甩手走了 你也不收拾 从明日起 由你出任龙庸田庄静安分号掌柜 我愿意 我愿你肃清风机 重振壮严 恭送大老板 不玩了 不玩了 你现在还有三百多本 还差四天还钱 你还不抓紧时间练 你想干什么 我得让她对我有兴趣 起码打完牌以后 吃个宵夜 跳个舞 否则我根本没有 近身的机会啊 丽丝小姐 你知不知道 她刚把她心爱的女人 断手断脚 抛尸接上 白面卫的声音 向来这么又尖又细吗 是 又怎么了 她私下也这样吗 这个倒 倒是不清楚了 真真童油厂欠款 高达一万一千两 整整八个月分毫未成 容易前召金安分毫 要求本院的长青 绝不过分 程先生 我们是做得不对 我们不该拖现偿款 肯定好歹宽限我们俩月 宽限两个月有用吗 那台机器 你花了一万两 它值吗 它能用吗 我们机器不能用 可我们铜油是好的呀 铜油好有什么用 普通的乘测已经可以满足 日常的屠刷时务 我问了 市面上最高价格 不超过十八两美弹 你乘测再好 你能超过二十两美弹吗 我就算宽限你四个月 六个月也于事无补 因为这个钱你永远尝不上 程协理 我们真真不能破产哪 婆娘都跟人跑了 孩子上学也要借钱 成天望着铜树长 涨了好炸油 等炸了好油 就什么都好了 现在这么好的油 我们做出来了 可厂子就要倒了 倒厂子 这个无底东西你自己玩了 回厂破产 再送到面 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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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掌柜 求求你 别让我们死 勾勾掌柜了 大老爷任命 由我出任本号的新掌柜 而前任掌柜 徐掌柜 还有谭伙计和万协理三个人的后果 你们也都看到了 挪用公款以权谋私 污蔑同仁 栽赃下属 已被本号辞退 永不虚用 你们三个助纣为虐 但好在操持钱庄业务勤勤恳恳 本号予以留用 谢掌柜的 至于脸瓜子旁风 跑阶所有成效 解体我原本先礼收益 谢掌柜 望各位同仁 与我一道既往开来 维护本号的信用 还有荣誉 各不各远 再接再厉 是 散了 好 姑娘啊 是来找查理的吧 八百块明天就还给你 一分不少 姑娘这么说我就信了 毕竟是有来头的 五家千金 你 李子小姐 如果明天还不上钱呢 你就属于我的了 明天的事吗 明天再说 怎么样 明天弄完善吗 就一百了 那个 我 我之前炒债券是赚了点钱 我不是说不借给你啊 我 我是真的都花了 我给关修院 买了公月 就是那个女老生 你也知道的嘛 查理 我 我需要你帮我准备 一副毒剂 无色无味 于容检 高长长 我代表龙英钱庄静安分号 再次向真正同友厂 追加放款三千两 就从这么好的同友谈刑 真正同友厂的 转换指数高达一点五二 可以媲美上等的四川同友 而上等的四川同友 可以直接高价卖给洋人 当然 用途并非是用于涂刷 舟车 或者务房之类 而是用于 人造批课跟合成相对 可魔厂现在 每月产用至多两百单哪 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 抓紧时间改进机器 有了这样一笔费用 我们的待会成亲并不难 好好好 高长长 时间紧迫 我们的集训 必须成功